大家好 我是小明 今天 我要炒什么车呢? 又是PRODA的 Adiba 了 那其实很多人在听到这个 Adiba 使用 CVT 的时候啊 都是 蛤? 很 boring 哦 又炒 这么鬼 这个PRODA用 CVT 哦 但是 这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那就是 这个 CVT 有点不一样 它叫 Dual Mode CVT 那听起来好像就是有两种不同模式这样子啦 那 的确是 所以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操作呢? 所以今天就让我小明为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它的这个构造 不过 在这之前 大家拜托拜托 先 Like 一下我们的影片 还有 Subscribe 我们的这个 Channel 好不好? Dual Mode CVT 也就是 DCVT 啦 它其实早在 2019 年的时候就已经是面试了 并且是专门为这个 Diasu 最新的 DNGA 模组化平台 打造出来的变速箱 那它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 CVT 的构造说起了 为什么 CVT 的这个加速会很 boring 那是因为它其实和这个我们所知道的普通自白变速箱不一样 它不是采用这个齿轮组的结构啦 Automatic 之所以会有那种加速感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齿轮构造的设计 所以才会有那种换摇的顿挫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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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CVT 呢它则是使用这个钢带来传替动力啦 那它主要是由这个钢带以及两粒普利组成 一边是这个 Output 一边是 Input 这两粒普利它的这个宽度是会变大变小的 连带改变这个皮带的这个直径的大小 那这个变大变小呢基本上是由 呃 这个变速箱的 TCU 来决定 也制造出所谓的低速挡 也就是 Low Gear 和高速挡 High Gear 那这样的设计列所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的这个动力的传递 非常的直接 所以 CVT 的车子在起步的时候特别快 而且 CVT 的这个加速特别的平顺 老实讲啦 在 City Drive 的时候 我其实是觉得这个 CVT 的感觉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 Turbo 加 CVT 不过 CVT 的这个构造设计 在跑高速又或者是踩大油的时候 就会比较吃亏了 因为在这个所谓的高负荷的工作的情况之下 CVT 会因为它的这个设计的关系 导致它一直处于在这个高转状态 而这个情况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CVT 的车子一直是 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啦 那除了潮以外 其实这样子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钢带可能会和 Pulling 因为高速摩擦的关系 而产生能量流失 在传动效率方面是没有那么好 甚至严重起来 那你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钢带 slip 掉的问题 那相比之下呢 这个时候反而采用齿轮子设计的 这个 Automatic 也就是自排变速箱呢 它反而是占有优势的 而且在跑高速这样子一直拉高转 其实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车子会更加的吃油 也因此有些品牌的 CVT 呢 其实也不算是一个解决方案 因此呢 这个 Diasu 和 Toyota 就采用了一个更加制本的方法 而且还能够带来其他好处的设计 那这个方案呢 就是在 CVT 的基础上 再加多一组这个 Speed Gear 其实也就是齿轮子的意思啦 而这个设计呢 就是所谓的 DCVT 了 那这个 Door Mode CVT 呢 当你在普通开 也就是低中速的时候 包括起步方面 它都是以钢带传送 这个时候它还是纯粹的一个 CVT 直到这个动力再用到一个 40% 到 90% 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齿轮子就会介入一起工作 对 你没有听错 它并不是取代这个钢带 而是和钢带一起工作 减轻这个钢带的负担 那在这样子一个蛮有创意 而且也挺简单的一个设计之下呢 这个 DCVT 它在跑高速的时候 它的 Gear Ratio 其实和这个普通的 八速自排变速箱是相当的接近的 这比起普通 CVT 只是介于这个六速自排变速箱的 这个 Gear Ratio 来说呢 是更加的密 也更加的高效率 这样子会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当你在跑高速的时候 你的车子的这个 NGRPM 它会比较降低 也就是这个钻速呢 是更加的低的 因此能够带来一个更加宁静的行车体验 重点是油耗会更加的好 那对于这个讲究动力感觉 feeling的朋友们呢 这个 DCVT 它的油闷反应会比较好 传送动力方面呢 也是比较的直接 而且在你跑快的时候 也不会有这个皮带效应就是那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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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感觉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这个连续跑快 拉高转的情况之下 会出现这个钢带 slip 掉的问题 不过呢 因为这个 Door Mode CVT 它是在跑高速的时候 才使用这个齿轮介入 所以 其实这具变速箱 它在起步的时候啊 如果你踩带油的时候啊 它还是会有那种 嗯... 这样的感觉的 并不会有什么强烈换牙的那种 所谓的顿挫感啊 这个其实就算你开到最自然 也就是之前我有讲过的 这个 Subaru 的 Linear Chronic CVT 啊 其实就算我在踩油的那一瞬间 它的这个 CVT 的特性 还是会有的 多多少少都是有在啦 Anyway 这一具 DCVT 呢 它还是有这个 模拟七个档位的这个设定的 所以真正的这个实际驾驶的感觉如何 我们还是等到我们真正拿到这个实际 进行测试以后再和大家分享 这一方面 大家就敬请期待 留守我们的频道吧 那讲到这个感觉啦 其实 Artiva 它是在这个方向旁边 有一个所谓的 Power Button 的 你按下这个键以后呢 就会有种 Norse 的感觉 没有啦 开玩笑 它的这个油门还有辨识箱 在这个模式之下 是会比较敏锐 比较灵敏一点 但是我相信可能 在这个模式之下呢 车子也会变得比较自由一点啦 所以这个 DCVT 好像很厉害这样啊 那它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其实是有的 对于这个动力Gagi 来讲啦 因为这一具变速箱呢 原厂就有官方跳出来说 这一具变速箱它所能够承受的 这个最大扭矩是150Nm 那其实现在在 Artiva 身上呢 这个 DCVT 它的 Torque 方面 已经是140Nm 所以要改动力 要 Remap 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要注意了 以这个 DCVT 是专门为 这个 DNGA 模组化平台 特意开发出来来看啊 我们相信这个变速箱呢 将会是未来 Daihatsu 那当然还有这个 Produce 新车的 其中一款主力变速箱 就不知道如果说 这个未来的 Produce 新车 都使用这个 DCVT 的话 你能够接受这个 DCVT 又或者是你比较偏好 传统的自拍变速箱呢 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啦 好啦 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 最重要的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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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